三場抗五個總召 他們竟然這樣搞 完全顛覆你的想像 那我們就請這三場抗總召五位上台 掌聲歡迎 我們都沒有沒話 坐完這邊都夾 這樣喔 也不知道夾誰 我們導播報告用電腦 我們的椅子可以動嗎 可以啊 喂 喂 OK 大家好 有一種道歉會的感覺 對不起 把大家拉來台 其實我們社交距離應該可以拔下來 應該可以啦 那我 那我 好 那應該是我跟Joe 我們兩個要自我介紹 可能 對 這兩天已經看他們三位看蠻多的 那我先開始 好 大家好 我是歐發 那我是今年Marcon的 退休總召 終於卸任了 那 我們這一次很開心能夠跟 距離迷失三密這邊有很多的一些合作 那我想今天可能就是來講一下我們在 南部 我們在Marcon在南部比較久嘛 那像Joe他們拍抗今年其實也是首次 遺失南部 所以我們可能會有一些 相關的一些議題可以做一些交流 那也 也歡迎大家再跟我們聊一聊這樣 好 那換Joe 哈囉大家好 我是Joe 我是PiCon台灣2020的總召 然後我們大約在台北中原院那邊辦活動辦了八年了 然後今年就 就想不開跑到台南來玩這樣子 那 所以這是我們第一次在台南的地方去舉辦一個conference 這樣 那也很開心就是能夠認識一起跳坑的Glinvy啊 然後同時就是跟在地社群Mobcon就是有一些連結這樣 好 那我們三個還是要自我介紹一下啦 好像不然怪怪的 好 大家好我是志豪 我是今年Glinvy Summit 2020的總召之一 謝謝大家這次來 講完了 大家好我是Base 然後也是Glinvy Summit 2020的總召之二 好喔 有要編號是嗎 大家好我是PoMing5 我是Glinvy Summit 2020的總召之三 謝謝大家留到現在 你有列問題啊 我把我們之前寫的一些話 我把我們之前寫的一些話 我把很認真 拿出來喔 所以其實我們 等一下有一個人在操作投影片 超奇怪的 對 OK OK 大家都在想今天到底要講什麼時候 其實花了不少腦筋喔 所以大家看簡介的時候可能會覺得 好像不知道在講什麼 但是好像又在講什麼 那我們其實就是從 大家都跑來南部這件事情為出發點 然後開始想了各種 就是 運用產生器產生的各種梗 那 像我選的是 這五位總召奉獻青春年華 靜換來的這些喔 那也許我們等一下可以來分享一下 大家換到了什麼 可以 那我提醒各位總召 就是我們前面有一個小螢幕 上面是一樣的 不用轉頭看就對了 等一下脖子不會拉傷 謝謝設備組 我覺得當時好像是開玩笑在選這些題目 但是這些題目現在看起來都還滿適合回答 像其實從Joe就可以開始談說 我們這幾個com為什麼今年要 竟然 我們兩個com為什麼今年要搬來台南 然後 幫幫幫幫為什麼要一直在高雄這樣 好那 為什麼今年Pycom 台灣會想要跑到台南來辦conference 原因大概是這樣子啊 就是 我們一直在北部搬 然後搬了很久 但我們會覺得 其實我們 這個社群就是以Python 就是一群寫程式寫Python的程式宅宅們的社群 想要長大 那你希望他這個社群能夠 長得更大 就不是只是在北部變得更大而已 我們希望是能夠全台灣可以一起好 那我們就想要說 我們把Pycom 台灣這個活動 從北部搬到台南 或者是搬到台灣的其他地方 這就等於開啟了一個可能性 就是台灣各個地方都可以有Pycom 那我覺得這對於 激勵在地社群來講 或者說是去銷擬一些 information gap來講的話 我覺得是會有一些些幫助的 所以 在這個前提之下 我們就覺得OK 那maybe 今年就可以是一個很好的嘗試 那maybe之後我們的活動 會是一年台北 一年台灣的其他地方 等等這種方式來做 那某種形式也是讓那個 就是想要辦康的人 或者說是一些比較資深的老屁股 可以有機會到台灣其他地方去玩 所以 所以我們大概是基於這樣子的原因 然後搬到台南來做嘗試 那很辛苦 但是我覺得也 也蠻多收穫 誒 我剛剛講的快結束了 謝謝大家 這跟那個code for japan 他們也是全國性的一個network 跟他們辦會的邏輯有點像 一年大成一年小成 一年大成一年小成 想補充而已 好 了解感謝 再來是不是輪到G0V 這樣 對 壞台南 G0V為什麼搬在台南 我們應該是去年底的時候 決定要搬在台南 然後決定 接近決定還有決定之後 立刻收到了許多警告 跟要注意的事情 沒錯 對 所以現在還余計猶存 就是 對於搬來台南的挑戰 是 對 覺得苦足 中間這一位 覺得錯了 對不起大家 你挖的坑 從一個坑變成一個坑道 因為我們就是去年十二月底 就是來台南辦大松 然後在那次之後就是 被誘拐 繼續到台南辦了這次的賞蜜 然後辦大松跟辦賞蜜的規模 跟所有事情都完全是不一樣的 所以就是 學到一次經驗 對 因為如果是大松的話 G0V就是經常在出現各種大小松 就會覺得小松應該要 也是要遍地開花嘛 所以每個地方都有松是很好的 但是把這個想法 不小心套到SAMI上面 就會有一點意外 我覺得我想趁機想的一件事情就是 沒有人這件事情 因為那個GNV有一句很重要的名言嘛 就是不要問為什麼沒有人做這個 先生你就是沒有人 然後 我覺得GNV社群現在遇到了 很重要的一個狀況是 我們真的沒有人 所以 一方面是我覺得在台北 其實GNV社群其實已經發展到一個程度了 然後 或許就是 新的舊的 大家 對於這個社群的理解 已經差不多就是那樣了 然後我們就會開始思考說 因為 面對就是更多更多新的問題 例如說 今天早上談了一堆東西的那些問題 那 光是台北人 或者是 周邊的人 可以一起來解決這些問題嗎 還是我們需要 去更多地方 找更多人一起來解決問題 那 有一個重點就是 台北人也沒有那麼多 所以我們就是 嗯 再找各種的方法 這樣子 所以 到另外一地方 就也是一個方法 所以就是 我剛好可以Cue那個 國際交流 所以 後來 去年國際交流也出現 就是 除了我們在台灣做這件事情之外 我們也跟更多國外的社群 一起做這件事這樣 Cue到國際交流 對啊 對我來說 因為同時又參與 Summit 又參與國際交流 其實這兩邊 邊做邊想 很多事情都摻雜在一起 那對我來說 面海鬆是一個 本來絕對不會成功 最後卻很成功的一個奇怪的存在 可是他也提供了很多 很多 鼓勵吧 就是 就算你只連結到一兩個人 你們在一起辦活動 在一起做專案 還是蠻開心的 而且彼此的支持網絡 就本來就是 對我來說 是社群的 一個基礎的 功用 就不一定 不一定就是 一定要在一起做什麼 才算社群 而是 彼此的支持 聯繫 我覺得 嗯 是 至少是國際交流 做到現在 跟港台日韓這個 為什麼這麼想要講 港台日韓 港台日韓就是 我們之間真的有很多 相似的地方 那也有很多差異性 嗯 這些東西跨越語言的障礙 沒有辦法跨越語言的障礙 可是 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還是 可以稍微傳達一下 嗯 嗯 我確實覺得辦 Sami或小松 或面海松這樣的活動 是建立連結 重新建立連結 跟找到 人來當那個沒有人的 好的辦法 像 面海松第一次搬在沖繩的時候 我們也 沒有什麼 太多的想法 為什麼要去沖繩呢 其實是因為想去沖繩玩 但是 搬下去之後 很幸運的找到了沖繩是當地的社群 他們的創業 新創的社群 跟一個 新創的 co-working space 正好要起步 所以我們跟他們 開始有很好的合作 那他們跟在地的 市場 還有當地的居民 也有很好的連結 所以剛好就 因為這樣的機會 利用這個活動 重新建立了連結 那原本 剛剛講到 Code for Japan 在各地都有分會 他們在沖繩 原本有 Code for Okinawa 很多年以前曾經活躍過 但是後來就消失 消沉下去了 那 在辦了面海松之後 我們又重新聚集了一群人 他們後來又重新成立了 Code for Okinawa 然後開始活躍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活動 的確是 重建連結的一個好的辦法 那 像 這次 因緣際會來台南 我最近 今天就收到一些回饋 是有一些 找那個 開源的參與者 可能多年來的開源的參與者 他說這次來到台南的Summit 他好像回到老家一樣 因為他見到了很多老朋友 又出現了 就是很多年在聚會裡面 沒有見到的 南部的開源的朋友 又在聚會裡面看到了 所以那個連結 又重新被建立起來了 所以我好像 就不小心滑到回答了第二題 就是奉獻青春年華 竟然換來了這些 對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也蠻有感覺 因為像 我們貓康在高雄的話 就是每年一次的大會的這種做法 那其實我覺得這兩年 在台南的這個進展 因為有好想跟一些在地的資訊社群 有小松 舊松這些持續一直在推動 然後讓大家對 不管是公共事務 或者是公民科技的這種 理解或者是認知 其實都高很多 那我覺得這其實是一個 很值得大家去思考點 因為其實台灣一直以來 一直有一個 南北發展平衡不均的一個問題 像貓康當初會成立 其實也是因為 大家為什麼參加康復都要跑去台北 那今天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其實你線上已經可以到 基本上世界上幾乎大部分 很多很有名的康復都可以很容易再參加 那我們為什麼還要到南部來 那其實最重要的就是 連結這件事情 我們在會議的 就是你其實像這三天的會議 都可以在線上直播收看 你其實也不用到現場來 可是到現場來 你會有很多不一樣的收穫 是在一層以外的部分 跟大家交流 然後可能就找到一些新的夥伴 或者是大家可能就會一起 Kick off一些project 所以我自己覺得就是像 我自己辦完今天Markon之後 然後因為我是遠端工作 那我們就 因為Markon的志工很多 就是也有參與資訊所開發 所以我就拉了一些人參與一些 我朋友他們在美國公司的startup 所以我們在南部就開始有一群人 就是可以固定的平日就約出來 一起coding這樣 那有時候就是 一點點小小的這一種 連結 也許就會慢慢帶來一些改變 那所以 這樣子的一個 等於是這樣的一個大聚會 某種程度上是創造更多這種微小連結的機會 那這我覺得是在南部一直以來 比較欠缺的部分 因為像台北或矽谷那種 就是可能每個禮拜都一堆conference 參加都參加不完 那在南部這種情況就比較少 我們自己在高雄都會覺得有時候很無聊 而且高雄地又很大 像台南這場地都還可以用走的 高雄不開車不行 所以我們在高雄很難像這樣子辦 所以它相對它連結的這種 我們現在台大辦的時候常常會講一個 就是碰撞的機率 就是你跟你有想法 有共鳴的人碰撞的機率有多高 那有一些世界上很新創很厲害的城市 其實他們都是提供這樣子的一個肥沃土壤 那我覺得其實今年 我覺得在台南很明顯的感覺到 這個能量正在不斷的增強 然後來G20V、Sami也覺得 哇這個真的是一個 一直會被inspire的一個地方 所以覺得非常感謝大家的辛勞這樣 其實我看就是 因為像mobcon我有參加嘛 然後半拍con 然後G20V、Sami有參加 然後發現 就是大家某種程度都是希望能夠建立連結 這個連結可能不只是 自己本身社群跟在地社群之間的連結 也包含了跟國外社群的連結 所以其實好像以今年 當然也是受到疫情的影響 所以我們有很多remote track 就是可能請遠端的講者 他可能錄影 然後再連線過來回答問題 就這個形式已經變得非常普遍 又或者說你會把活動的直播連結提供給惠眾 等等這些事情都是變得更加的自然 對 這是觀察到的一件事情這樣 對 這是觀察到的一件事情這樣 你問一下換來了什麼嗎 你們兩位換來了什麼 換進換來了 換來了哪些 換來了哪些 這個還要再想一想 我覺得現在有點太早了 你們的青春年華還沒過完 這次的賞蜜連閉幕都還沒有 我們還沒有辦法這樣子太囂張 沒辦法下定輪就對了 對 還沒有 還沒有 我們還有幾個小時 我們還要測場 那已經辦完的有什麼 覺得已經換到了什麼嗎 好 這個問題很好 這要看從哪個層面來看 從個人層面 maybe就是 就是你 作為總召 作為一個召集人 就是很召集 很緊張 很召集的人 就是你可能 在召集的過程中 可以了解 就是一個活動的籌備啊 溝通啊 要怎麼做 怎麼下決定啊 然後下完決定 怎麼承受 下錯決定的後果 像我們 我們PiCon 台灣今年的籌備 用Telegram 聽起來沒什麼問題 但因為它沒有Telegram 就大家用那個 Telegram用習慣 所以其實有一些議題會 比較容易會發散掉 就是被洗版 等等 這就是 這就是換來的 沒有 這就是 得到的一個經驗 就是 maybe maybe當你的籌備人員 可能有一百多個人的時候 那 可能你可以用 其他的方式來做 協作 等等 對 那我會覺得 從個人層面就是 學到這些事情啊 那 從組織層面 或者從社群層面的話 我會覺得 那你就是提供一個機會 讓大家可以 互相交流嘛 建立連結 我覺得這個大概都是 玩社群的人 可能在追求的 或者是希望能夠達成的目的 對 講得好像太正經了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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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點 就是比較不正經的 就是 就是為了辦的活動 好啦 美其名為了辦那個 PiCon 台南的活動 台灣的活動 就是其實我 我今年在那個 Conference 舉辦前一個禮拜 我就先搬到台南來吃小吃 跟籌備 Conference 然後吃了一個禮拜 超爽 就這樣 對 還寫了一個筆記 筆記呢 好 我再補上 我再補上 換來的 換來的筆記跟體重 體重 體重 才高大概一公斤左右 我覺得還好 好厲害 還可以 還可以 組的部分我還要這樣嗎 我剛剛好像已經講得差不多了 也可以啊 那還要講什麼 或是我們也可以再講下一個 可以講下一個好了 因為下一個有點尷尬 所以大家就一陣沈默 因為下一個是會離開 那是必然的 這剛好是我的論文內容 所以這真的是你的論文內容嗎 不是 那就是因為在想標題的時候 那個產生器產生了這句話 還是有人打了這句話 然後那句話很好笑 是有人 是有人打了那句話 對不對 就是有人的論文內容是社群 所以我們覺得這句話很好笑 就把它塞進去 那 呃 講離開好像有點感傷啊 不過我提一個稍微輕鬆一點的話題 就是 呃 稍早 還是昨天 因為GINNB桑密也辦了第四屆了 所以每次都有一些總召會 呃 擔任然後再退休一下 所以 昨天就有人提到 好像可以成立一個GINNB桑密總召退輔會 哈哈哈哈 那 到時候歡迎 OK 然後這一屆 這一屆 一次 這一屆的一次那個Membership 就增加百分之一百 因為就是 三位總召嘛 然後這一屆 你有把握你可以退休嗎 有 沒有人能阻止我退休 有堅定的信心 對 堅定信心 沒有 蛤 沒有人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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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敢阻止你退休 喔 敢 能 沒有人能阻止我退休 大家應該都敢 可是沒有人能 好像在Reflag的感覺 對 Pull request 好 其實Conference的這種 組織的新陳代謝其實也是一直是一個 很值得探討的問題 就是我們之前有稍微提過 比如說就是每個志工他可能從會眾進來 然後到從比較基層的志工開始參與 然後到成為組長 到成為比較偏向這種 遭到這個地方的角度 其實每個階段都會有不同的任務 那其實像我們總刀做完之後 其實我們都會面臨下一步 欸 那我們要幹嘛 我們要歸鄉了嗎 就是 就是成為這個 重點 就是不要被叫招的人員這樣 對 那其實我覺得像我們MacCon就去年開始做了一個有趣的嘗試 就是像之前的總招Hash 他就又回來做資訊組 他就在資訊組又實現了他其他的一些理念 那我們可能像今年我們有很多是 比如說我們在跟G20V上面這邊做一些 我們怎麼做售票策略的一些交流 或者是像有跟OCF的ConCon我們也有一些會議大家籌辦之間的這種交流 所以其實退輔會這個概念還蠻有趣的 就是我們雖然就是已經卸下我們角色 但是我們的經驗還是很值得在社群裡面去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那也許未來有些人他可能想要再辦一些新的活動啊 或者是有想要initiate一些新的project的時候 那也許我們的一些經驗也都還有機會派得上用場 我也覺得總招就是社群裡面的位置也沒有說有一個階梯嘛 並不是說你爬到總招然後接下來就沒有 他其實沒有這樣的這麼高低的區分或是資歷深淺的區分 其實我覺得總招這一屆當完下一屆去做一個不同的組的組長 其實也是很有趣的就是下一屆可能當個票屋組的組長 我隨口說說 然後就說下一屆不要賣票 下一屆不要賣票 自由入場 自己消滅自己的組我覺得是一個蠻厲害的 其實在社群裡面可以這樣一直換不同的位置做做看 然後也可以專心在自己有興趣的事情上面我覺得是蠻好的 對 我補講一下那個我們社群的情況 就是其實今年就是找個理由來台南玩嘛 然後其實今天我在籌備今年的PiCon台灣的活動的時候 其實之前我的前主席跟前前主席 就是退府會的前輩們其實也都很 就是給我很大的支持 然後他們其實除了給予支持以外 他們也一起跟我一樣就是提前一個禮拜到台南來 然後他們吃的比我還多就是 我覺得就是 你總是會找到你有熱情的事情去做 所以覺得蠻好的 所以也歡迎大家可以一起做一下這種招 然後加入退府會 感覺你退府會的福利還不錯 我突然想到好像有一件事情跟你講 就是今年其實 因為DreamV Summit也是有退府會的 所以其實前三屆的退府會其實已經蠻多人了 這個的意思是說 就是很多人都已經跑去退府會裡面了 然後所以今年這屆就是其實包含三位總召 然後跟很多組長其實都是以一個非常新的狀態在run這次的DreamV Summit 可是像PF也參與了很多次但是就是 沒有當過這種招 所以是全新體驗 對 而且這次很多組長組員也都是全新 因為遺地的關係 就是帶來很多的挑戰和新的連結 然後再加上這次又來台南 所以因為以往我們前三屆都在台北 然後在同一個場地 就是那個中研院人文館的狀態 因為在同一個場地 所以其實基本上六年下來 就是基本的SOP都已經定型了 就是差不多就是那樣 所以其實因為我上一屆是那個總召組組長 然後我基本上其實 雖然說是總召 但是我就是 基本上其實就是follow前面三屆累積下來的一些SOP這樣子 但是今年就完全真的是打掉重練 非常可怕 對啊 雖然去年BASS不是總召 但是是總召組 好難念 總召組的組長 其實實質意義上也是當了兩次的 也是 承擔了兩次 奉獻了兩次 就有點像是二星上將的概念 就是當一次總召組得一顆星星 還有什麼不一樣嗎 我其實還蠻好奇的 上一屆這一屆 站在總召組成員的角度 我覺得光是就是所有人都是選新的 那就是完全不一樣的意義 因為我們真的就是 因為SAMI真的是一個非常稠密的事情 就是大家看我們的工人總共有將近一百位 然後 每一組裡面其實大家做的事情都非常的細緻 就是總召組的事情 然後一層組的事情 然後一層組大家現在已經淚攤在地下 了 對 所以換總召上來扛 對 對 我們就是 我們只是上來幫他們填補時間 不然他們很累 對 我剛剛看完看到 就是有人已經在slido上面提問一個問題 是為什麼SAMI有三位總召 喔 這是什麼 這也是全新體驗 這是什麼 雙腳提問 有三個總召就是有一個總召睡著的時候 還有兩個總召可以回答你的問題 對 這很重要喔 欸這件事我現在 因為我就是 自從來到G&B 呃 舊松團工作之後 我才知道 呃開圓圈有一件事情 叫做那個什麼 那個Bus factor嘛 就是 就是那個公車因素嘛 就是 如果 呃什麼有一個team 如果有很多個人 有很多個人的話 就是如果有其中一個人怎麼樣了 那另外兩個人還可以去做一些事情 所以就是那個分散風險 嗯 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好像覺得 一開始的初衷就是這件事 然後 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情好像比較是因為 呃 就是G&B社群就是一個多中心的社群 這樣子 嗯 為什麼上面有三位總召就要問上一屆總召 為什麼選了三個人當下一屆的總召 他 我記得他好像是因為就來問我們三個 然後我們三個就沒有人想要 然後 有一個人他下去 先答應 你們是被非同步詢問的嗎 對 各自私下詢問 然後沒想到全部推下去了 然後都是yes這樣 有可能 對 很厲害吧 你們是不是都回答 如果他要去我也加入 然後 最後就 全部都加入 對 好像也有種是就 you jump by jump的概念吧 這反正 對 應該會吧 而且我們好像考慮了很久 對 我們要考慮要不要辦這一屆summit 考慮了很久 考慮到時間都快過了 對 就是說 再不開始籌備會來不及 可是因為summit籌備時間 我不知道 拍看看Mobcom是不是這樣 summit大概都需要一年的時間 另外兩個com也是差不多嗎 我們這邊的話大約 也是接近一年 接近 對 但前面三個月可能比較鬆散 就只是先決定 時間地點這樣子 對 然後還有磨合一下比較 前期核心的幹部這樣 了解 大概比較短 我們大概半年左右 然後通常二月的時候開始 所以其實 正常講大概八個月 但因為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其實前面大家都有一點在 憂鬱 憂鬱 到底要不要全線上啊 要不要實體啊 沒錯 我記得我們在討論防疫守則 防疫總體規劃 各種方案的時候 其實非常的陡 因為根本就不知道任何時候 萬一哪裡爆了 或是怎麼樣怎麼樣 到底要不要取消 取消的範圍在哪裡 有沒有辦得 等等 那個雖然Sami有三位總召 算是一點偶然的關係 才促成的結果 不過後來覺得 我們這三個人 個性差異蠻大的 但是合作的可以蠻好的 就是我 至少在台上一定要說對 對 這就是合作無間的意思 沒錯 都可以大話了呢 我昨天還是前天在Twitter上 看到有社群裡的人說 那個Bess 中間這位Bess 那個亂發作 亂發推特的人 現在就坐在台下 介紹Bass 他就是 總酬組裡的Bass 手 然後接下來就說 之浩好像蠻會朝熱氣氛的 他可以當鼓手吧 然後我就變成鍵盤手了 所以我們三個就組了一個樂團 那主唱呢 主唱是沒有人 沒有人當主唱 沒有人當主唱 大家想唱就可以來唱的意思 對對對 就是我們一直在後面伴奏這樣自嗨 然後誰要上來就 所以不管怎麼樣我覺得 我們三個人做事的風格其實有差 蠻大的差異 性格 性格也蠻大的差異 可是我們三個人這段期間 可以 我這邊啦 我可以明顯感覺到 不管做事做法上有多大的差異 原初的想法都是為了 有這個好的SAMI 跟一個好的社群 跟一個健康的社群出發 所以這樣的合作經驗其實我覺得 是滿 感覺很好 然後滿難得的 我也覺得我們很多地方可以互補 然後 朝不同的方向衝出去之後再收回來 那我覺得有三個總召緊密的溝通 再加上小林幫忙cover很多 無數的洞 我覺得我們這一次的 這個三個總召和直密的組合 我有問題 好 你們表面上講的好像就是感情很好的樣子 那你們這一次在籌備過程中 一定要這樣嗎 我們感情不錯啊 幹嘛一定要這樣接重拔 所以你們有沒有遇到就是 假象就被戳破了 沒有沒有 我只是想了解一下就是 你們有沒有遇到過意見不合 或者說是 看法不一樣的地方 你們怎麼解決的 先冷靜 還是你要先看看其他問題 看法不一樣的時候怎麼解決 還是其實因為你們的分工比較 有比較分開來 所以反而比較不會有 就是有一個決定可能 我們的確是有分工 我們三個人的確是有分工 那後來就互相cover 然後就數bass cover的範圍最大 我們基本上還是有基本 我們還是有基本上的分工啦 例如說我們就是 我們會分一下就是 誰比較關注哪些組 例如 我可能就是設備藏物 然後跟飄物等等的 然後指導可能就是議程宣傳 所以如果牽涉到某一些組的 然後PF還是口譯等等的 然後牽涉到某些組的意見的話 就會以他平常就是有在幫忙的組別為主 我覺得基本上的共識是這個 但是有些就是 基本上我們就是這四天就是在處理一堆 就是突發狀況 然後這件事情在現場就很重要 因為 大家就是會立刻想要得到總召的決定 所以就是 有三個人可以問就是比你去 就是大家來輪流攻擊你一個人 我覺得還蠻好的 有三個人一起打 其實我們去年也有在討論這個問題 因為其實像我們大概 嘗試的抽象化一下我們馬康自己的架構 大概會分成三個抽象層次 一個就是比較偏行政管理 那可能就是財務啊 然後跟一些事物方面的事情 然後另外一個方面就是 這個會議的產品本身 那就包含了議程 還有大家可以買的周邊這些東西 然後另外一塊就是行銷 行銷就包含就是設計啊 或者是說一些宣傳啊這些 大概這幾個領域去劃分 所以我們去年也是有點類似 一種招兩個副招 然後實際上也是三個平行的方式在運作 那我就覺得其實這樣的 觀點會比較全面一點 而且自己也不會太累 然後今年就是 因為我們的這個 我不知道是高雄的狀況 前陣子比較混亂還是怎麼樣 反正就是志工少掉很多 所以我今年就幾乎什麼組的事情都要做 那我就覺得這樣很累 就是我的腦袋要一直切換不同的模式 在耗損上就很明顯 所以其實我覺得三個總教 其實是一個蠻合理的一個架構 在抽象層次上面 其實大概cover了會議組成 大概需要的三個比較high level的決策範圍這樣 好 瞬間理論架構就有了 要換題目嗎 那個下次還會想再來談難吧 這個好像 我有點不方便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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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回答 我來回答 那個 PiCon台灣 下一次回來台南可能有點久了 因為我剛剛提過 假設是 假設之後的主席也都想要 就是兩年 就是一大一小的節奏 那下一次我們想去台中 就是 北部 平常北部嘛 南部來了 中部 所以要再回台南或是高雄可能 會有一點久 但是如果說你說的就是 可能性是非年會的話 比方說只是一個miniPiCon 或者是PiDay 或者是之類的活動的話 這個我們倒還蠻樂意的 因為辦理可能一天 可能是以一天為單位這樣子的活動 其實成本 然後還有要花的 effort 其實是 是還蠻OK 但是你要辦兩天的正式的conference 其實 就真的蠻累 因為你可能有很多的協作 會需要在地學生或是老師 或者是一些組織 或是在地社群的協助 然後 所以你的溝通會變得很複雜 然後 但是 但是你的志工組成又 絕大多數 可能比方說60% 70% 都是北部人 然後你要在一個 遠方辦一個conference 就蠻辛苦的 我想 GV應該也有 今年應該有遇到類似的問題 我想補充就是 我覺得下次還會在台南嗎 會想再來台南嗎 我覺得如果是以 我平常工作就是九松團 我們如果平常只是辦小松或大松的話 我覺得還可以考慮 那至於下屆 撒命我就不知道 就不管我的事 對 一年之後才有辦法回答 下次想來台南 來台南玩嗎 可以啊我常常來台南玩 那半年會 應該是說 應該是說我們 對我自己 我們是三個共同決定 要來台南辦 這次的GV Summit 那對我自己有一個 心裡的想法是 這是多推一把 希望南部 包括有像馬康漢這樣的 conference 是由南部人自己 聚起來 來辦的固定的年會 那 所以 我並想法上面 並不是想說 來到台南啦 就是 我比較想的是 這個 台南這個地方 或南部這個地方 會自己長出什麼 那不管我是來參與 還是我是一起在這邊長出來的人 我覺得都是很好的經驗這樣 我下下禮拜就會再來台南 可是不是來辦年會 我也同意 希望能再 來 這次來 其實我們都是台北人 來了 就是來了 那也沒辦法避免 這件事就是來 那來了之後 留下什麼 因為台南 蠻多 對不起 我不知道講什麼 我很想睡覺 很像產生器講的話 來了就是來了 台南一直有人在嘗試辦小松 一直有人在辦 那 資訊社群和議題社群的連結 一直都有 希望這次Summit來 能夠強化這些連結 然後 讓這些人更願意朝這個方向去努力一下 那我個人是 我個人是很感動 然後 也很開心 當初決定來台南的原因之一 有獲得一定程度的滿足 對 我就再簡單補充一下 我的意思就是 G0V 我比較不會把G0V Summit 想成是一個招牌 或是一個東西 然後它一來一去 它有一天來台南 有一天搬在台北 G0V Summit 或是G0V的精神 本來就是每個地方的每個人 都可以自己發起自己想要做的東西 所以如果台南 就發起了一個 下一個G0V的大型的研討會 不管它要叫什麼名字的話 我覺得是很棒的 然後我可能 的確就可能就這樣 因為這是很棒的事情 就跳坑一起參與了 我以為是退休成功 因為的確我們有討論過 如果今年移到台南 那台北人如果 也有人要在台北辦G0V Summit 怎麼辦 那就辦啊 很好 對 這就是G0V的精神 Forkability的 對 基本的精神 自己的坑自己挖 對 你想跳 我還 對 我會阻止你 欸 後來有一個問題浮上來了 可否請總召們分享 可以配對嗎 好好 我覺得我可以先講 我覺得我可以先講 就是有一件事情 我覺得非常驚訝 可否是我開G0V 還怎麼樣 就是 我注意到就是G0V Summit 有即時的英文口譯 跟英文字幕 還有手語的時候 我其實很驚訝 尤其是第一天的時候 早上那一場的英文翻譯 我一開始以為是AI 我想說 奇怪哪個Bird這麼強 然後結果沒有他們是 那個人的智慧 那個是 那個是小學校的 對 真的好強喔 我覺得我很 很Impressive 就是因為 我們 Makong做的是比較 沒有那麼國際化的一個活動 我真的想要推過 但是 畢竟受眾沒有那麼多 然後我覺得G0V的這個 國際連結 跟對 國外的這些參與者 很多友善的地方 是 我覺得在 台灣算是做到一個標竿 對 但今天很可惜 就是因為沒有 沒有辦法 就是讓那麼多人可以 飛來台灣 不然我覺得應該會有更多 這種國際交流的機會 會在這邊發生 然後 很多細節都讓我覺得很佩服 而且我很喜歡階梯場地 我們沒有階梯場地 然後 還看我Ashley還沒有去過 雖然我都寫Python 再來換我嗎 好 我覺得 G0V的話 以今年的賞命來講的話 我覺得蠻多 辦活動的小細節都處理得很好 像剛剛OFAR提到的 就是有口譯啊 然後 比如說像這個啊 就是小螢幕啊 小螢幕 貼心小螢幕 對對對 我覺得其實很多小細節都做得很好 然後也很國際化 我覺得 就是這點很厲害 然後 三個總召也很好玩 很好玩 就從總召的角度 看到另外一個Con 然後有三個總召 我怎麼以前沒想過呢 之類的 就是 對它能夠讓你的想像 或者說是你的想法 思維能夠 對你的思維能夠 到另外一個層次 所以 所以 我覺得這是蠻特別的地方 MobCon的話 其實我 之前在台南的時候 也參加過好幾屆 應該有 三屆四屆吧 前面的時候 那我覺得MobCon很厲害的點是 它在 比較 資源比較平級的地方 對 我就只講了 它卻 它卻能夠辦 千人的Con 而且持續那麼多年 我覺得 光是這樣的成果 就已經 就覺得非常非常厲害 明年一集邁向十周年 對對對 我們明年也是十周年 對 可以補講一下那個場地 就是 因為其實北部的很多Conference 你看 舉辦地點都會在中年園 那就因為 就是我們有遇到社群 社群上就是有一些貴人 然後可能就幫我們去打電號場地 所以我們可以用很便宜的費用 就可以使用到國家的很好的資源來辦Con 那這是過去可能十年以來 大家都享受到的一件事情 這樣子 然後 但這也會使得 就是你的社群的大小 可能就會限制在 中年園場地能夠負荷的那個大小 因為你就會 很自然的就是有一個 Local Optima 就是你就選擇了一個最佳節 但它只是暫時的一個最佳節 那我會覺得 這其實是蠻多北部社群 會面臨到的一個問題 以我們Pycon來講的話 其實也是OK 我們大約從好幾年前 在北部的活動 人數有漲到大約就是七百人 那附近 就大概七百 我也不會想到更多 因為更多那個場地就太急了 那如果你想要到一千人 你就要到外面去找場地 那就很困難 那所以其實蠻多社群就是 會feed到那邊 然後長到這個大小 以大型的活動來講 就長到那個大小 就止步了 那我會覺得 這是我觀察到的一件事情 那再回到MobCon 就也可能 因為你們的場地的一些性質關係 其實你們輕輕鬆鬆就破一千人 當然場地 以等體水準來講 比起來我覺得沒有中研院好 但是至少我覺得你們就比較自力自強的 去支撐了整個活動 那對 這是我觀察到的一件事情 那其實我們自己拍成社群 自己也在想 就是假設再過五年呢 再過十年呢 那我們 會變得怎麼樣 會有更大的活動嗎 會有更國際化的活動嗎 或者說是會是像 Geneveen 掃命一樣 會有各式各樣不同的地方同時辦活動 那 就是這都是 我想要探索的一些問題 這樣 所以只是隨口抒發一下 就是場地 其實對於 地理環境對於社群的發展 其實是有一些影響的 那地理環境的可否使用 其實也跟 政治因素 或者是跟人的一些因素 是有一些關係的 不好意思有點離題了 我們可以回來 這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你知道限制 就是 會場地constrained through 因為 像在矽谷我參加很多活動 或者是像 芬蘭他們也有很棒的場地 可以辦那種超級大 就是 可能塞幾萬人進去的那種場地 那我們在台灣其實就是 受限於我們的經費 其實也是 有限的情況之下 我們的選擇就比較少 然後 我們每次都講說 媽康辦起來有一個很痛苦的地方 就是 門票前收完場地 配合不夠服務 剩下的東西都是要靠 大家 志工燒乾燒出來 然後硬把這些東西湊出來的 所以其實這個 我覺得像 很多開演員會議其實也都是這樣 就是如果沒有大家熱血去支撐的話 這個會議基本上是不太可能 就是存在 因為它違反商業邏輯 所以 這個是一個 我覺得在 不管是各個社群 大家的這種貢獻 其實都是一樣的 就是一種 那種大家熱心奉獻的這個部分 但是每個社群的核心價值 又都各有不同的地方 我覺得像 GTV給人感覺 就是很多人 都是對公共議題的 這個興趣非常高 所以它參與門檻其實 就是 應該說 它參與門檻的界線有很多種 有些人是很geek的 有些人是 他對公共議題很有興趣的 他也會來 那 像今年也有一些 國中 或高中生 應該是高中生 高中生以上 那我就覺得 這個很impressive 就是 我昨天跟Isabel在聊 也許我們可以有更多機會 是讓高中生 參與的這種機會 我自己在Mark Kong也常常會 就是 送票給一些高中的小朋友 希望他們更早 接受 就是 接觸到 資訊產業 跟資訊人們到底在幹嘛 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這個也算是 我覺得大家社群都一直有在 努力的部分 那PiCon可能就相對比較專業一點 門檻比較高一些些 但就是 每個社群發展的走向 就可能 會隨著這個 變化 而有一個不同的走向 這樣子 那我們要換下一題嗎 怎麼當 就 就我的故事可能比較好玩 我的故事 就 有點長 那我講懶人 懶人包版本 就是 去年的那個PiCon在 PiCon的 台灣的主辦單位在 辦活動的時候 就是有想要去收集 就是各地社群的 的一些 的一些 聯絡資訊 然後我在一個mail in thread 就回說 喔 因為我其實是在地 台南拍的 就是 在地 台南聚會的主辦人 然後我就 因為當我很久沒辦活動 因為我跑到台北去了 這最近這幾年 所以我就戲稱自己說 我的台南拍年會 就是 就是很久沒辦 還是什麼之類的 反正就留下我的資訊之類的 然後 旁邊又寫個誤啦 就是開玩笑的 然後後面大家就開始回 PiCon 台南2020 PiCon 台南2020 然後就 回下來 我覺得這只算是一個伏筆而已 就是 那還沒有真正決定 就是 我接下來會去接總召 那 實際上是到後面就是 去年的總召 泰祥 他在 後來又私下跟我聯絡 然後 算是被他說服 然後 我自己本身也對Pithon社群 又想要做一些事情 然後就 決定跳下這個坑 對 所以 基本上是這樣的條件 就自己挖了一個坑 自己跳下去 所以 對 換我嗎 對換你 好啊 那 我其實在Makong 我從Makong創辦的時候就是會眾 然後到 大概四五年前開始加入當志工 那 我一直有一個傾向 就是我覺得好像 就是 去北部唸書唸完 然後去國外跑一跑 好像應該要回來南部做點什麼 不然 就是 有點可惜 那所以就是後來 去年Hash找我聊的時候 我們 那時候有點猶豫 因為我本來想要就是 出國到處遊牧 然後就是 好像Cash Pro也還過得去 那就好啊 應該可以接一下 那去年裝潢還不錯 所以就辦得還滿開心 然後今年就是 就覺得 哇疫情這麼難搞 那 我已經有一些經驗了 那所以還是我來扛好了 應該比較扛得住 不然就是 今年這麼難搞的情況之下 然後要一個新手 忽然來接這麼大規模的一個Conference 應該死掉 所以就 好 那我就繼續扛下去這樣 對 所以 我覺得今年真的是很艱難的一年啦 那就 大家也都撐過來 今年終於快要過去了 對 那你們三位要分享一下 你的故事嗎 你們的 我先嗎 呃 如果是從人來看的話 對我自己應該是好奇吧 呃 我 有當然 有參加過其他的Conference 是當然的 然後G&E Summit的話 是從 14年的時候開始當會中 那 G&E Summit是很年輕的Conference 但是 每次都會因應情況有一些變化 就像俄法剛剛說的 G&E Summit的主題會比較跟社會的 當下的公共議題有些連帶 所以跟當時的社會 台灣社會的背景 和國際社會的背景 還有當時的技術的進展 兩個的方向都會有關 那 所以我自己的幾次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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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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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教一定會花很多的行李下去 一定要投注很多的行李下去 然後一定要犧牲很多事情 但是最初始的動機應該就是好奇 像GTV跟GTV Summit這樣的事情 會今年會變化成什麼樣 然後接下來回到哪裡去吧 你換我嗎 我的話 我是2017年開始加入GTV救鬆團 就是以正職的身分就是在GTV救鬆團工作 所以其實我日常工作就是拜黑客送 然後在這之前其實 剛剛好像看到有人問說那個 總教的技術背景嘛 我應該是在做五位總教裡面 唯一一個不會寫程式的 對 然後 然後2017年進來之後 在這之前我其實就是 純粹就是當GTV社群的粉絲 然後其實也很一直就是在遠遠的觀望 然後就是這個社群都要在幹嘛 看起來好像很厲害 但是因為不會寫程式 所以一直很 我也是一個適當的距離 然後這應該很多人都是這樣的經驗 然後2017年開始來這裡工作之後 然後剛好那一年就是 我覺得很關鍵的一件事情 是因為2018年的總召是EPA 然後EPA也是以不會寫程式為主的一位總召 所以我跟他 我就是幫助他 就是我們辦了2018的SAMI 然後我覺得那一年是蠻重要的 一點是 是一個不是技術總召出身的人 然後如何來辦一個公民科技社群的年會 所以我覺得 就這樣就是 非技術人出頭 對 然後我們好像就是從那一年 就是開始思考說 就是所謂的公民科技社群的年會 科技成分跟科技成分 要怎麼去就是搭配 然後跟協調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 我覺得這跟我等一下要講的很有關係 就是我去年 我是上屆的議程組長 其中之一 然後那一屆的議程 也是很多投稿 然後處理的頭很痛 所以那一屆就很想要做開放投稿的提案 開放提案系統 就是直接把所有的提案都公開在網路上 讓大家討論 那時候就很天真的覺得說 這樣應該就不會有問題了吧 那時候就覺得說 好 那既然去年上屆當了組長 那這一屆也許可以當上總召 也不錯 蠻好玩的 然後至少可以嘗試說服大家 一起來做開放提案這件事情 那當然最後是做了 可是做的時候也 好謝謝 也非常 也做的時候 做完了也不是像當初想的那樣 都沒有問題 問題還是很多 不過這就是另外一個話題 關關難過關關過這樣 對 所以就變成下一題是 互助合作也要稍微提一下 互助合作 喔對 我們康夫之間的互助合作很重要 好 我講一下反應的那個 好 物資的共享 就其實 如果你時間拉回那個 可能今年六月那附近的時候 其實 你如果問一個人說 你確定你的康夫人是辦得成嗎 其實沒有人 沒有人敢說 欸可以 就其實你還是有點兜兜怕怕 當然更前面更糟糕 就是可能 四月五月的時候 那時候情況更 更困難 那他連帶的影響其實蠻大的 那可能包含 比方說你要拉贊助啊 或等等 那這題外的話 這些辛苦我們都克服了 場地 我們也都喬好了 都已經舉辦了活動了 那 其中有關就是 要怎麼樣去讓你的活動 能夠 安全 或者說能夠 符合 政府的一些 中央單位的一些 防疫的一些措施 其實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議題 那 其實我們特別感謝的是 Cose Cup 因為他是第一個 在八月初就舉辦的一個 那他樹立了一個 兩好 對 他樹立了一個良好的標準 然後在他之後的一個禮拜 是C-Con C-Con其實是往後延過 他其實原本 應該可能三四月之後就要舉辦 所以 對 所以就連續有兩個conference 當作是 你的golden sample 就是樣本 然後template 來讓你參考 說你防疫聲明應該怎麼做 那包含他們其實還有一些防疫的物資 口罩啊 或是什麼 耳溫槍啊 酒精啊 等等 其實也都是一個 抗一個抗傳下來 他們玩傳到C-Con 然後後來就傳到Pi-Con 然後Pi-Con完再拿去給He-Con 就是傳下去 這樣子的概念 就等我們這邊來 對對對 所以就 我覺得就是台灣的技術社群 其實 這一點 覺得倒還蠻 蠻好的 就是我們 雖然各個社群之間的 overlap 可能不一定那麼大 比方說參與 Pi-Con的 匯眾 可能不到5%會去參加He-Con 或是參加其他converse 但我會覺得 但至少我們都還是有 當遇到困難的時候 我們還是有一定的連結 能夠互相幫助 那來度過這個難關 對 所以我覺得這還蠻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現在你那個是什麼啊 柱子 牛肉糖喝幾碗 聲音音有減糖嗎 這個 目前兩碗 那我們往下捲捲好了 好 可以 拜拜 沒有減糖 好 我可以快速回答一個 有人問說 堅持桌水系以南的 馬康會去北部辦活動嗎 既然都堅持桌水系以南 應該是不會吧 我也不知道 但也可能 有可能會辦在郵輪上 然後順便繞一圈這樣 你說郵輪會跑到公海嗎 對對對 不小心就掉下去了 不是要面海鬆 順便面海鬆一下 面海鬆 哦 對 禮拜四的時候有人說面海鬆 應該是 根本就沒有面到海 應該是在漁光島 大家躺在那個躺椅上面 看著海 coding 對 非常有道理 這樣才名副 如果你有來參加禮拜四面海鬆 不好意思 不要再開坑了 漁光島嗎 漁光島沒有Wi-Fi 大家四句 請用四句 請快升級5G 哦 還剩五分鐘 我有看到想放抽獎的QR Code 我們要不要請 請Goby來放一下 怎麼會有那個截圖啊 好 那我們請一整助理幫我們往下好了 對對對 這是什麼 Goby你要解釋嗎 你要來聽透才解釋 那 所以你先放QR Code 這個是怎麼樣破口嗎 幫你說好了 好 反正就是我們的公關組長Goby 有準備了一些禮物可以給大家 不好意思讓我亂錄一下 我是Mocon的公關 那其實這一個QR Code 趕快掃哦 因為我們等一下 趕快掃 閃電講立刻抽出 我們是帶紀念品來的 就是Mocon 覺得很高興有PiCon跟G0V在台南辦年會 所以我們是拿一些紀念品來跟大家交朋友 那交朋友的東西就是啤酒杯 那這個坑其實是當初總招 巨民總招挖的 然後我們今天來填坑 所以我剛看了一下其實報名的還沒有很多 所以如果想要抽到 欸貓抗碑長什麼樣子 我好像真的沒有放 好 就是跟Sami其實很像 我們只是設計不太一樣 收集三個款式就可以召喚神龍 對 我們本來的概念是說 既然Coast Cup有Coast Cup的杯子 那Comp杯要不要乾脆就組一圈 所以Mocong也有出 然後劇裡面也有出這樣子 PyCon還在做 對 敬請期待PyCon版 明年的時候領獲 快要可以湊一首了 對對對 然後敬酒的時候就要換一下有沒有 對 所以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可以講Lightning Talk 所以我本來打算那個時候 那可以吧 你有簽到那個表上 有有 我會寫 所以我會在Lightning Talk 這應該是第一個在Lightning Talk上面抽獎的人吧 所以 好喔 不好意思 佔用大家的時間 然後今天這個坑也是我挖的 然後他們填的 好 謝謝 謝謝公關主堂 我們剩下三分鐘的時間要不要再挑一個問題 好啊 要講什麼 讓你們選吧 很多 好 要講難忘的事情嗎 感覺好像不錯 最後講點難忘的 可以啊 部分 所以 隨意 這要想一下 印象最深刻的 還是舊有什麼 難忘的事情要分享 我覺得 很難忘的事情就是 因為在南部辦活動 所以其實你要讓贊助商 假設想要擺攤 我也要到台南來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很大的gap 然後 所以其實我們一開始 因為疫情的關係 整個那個贊助拉到的錢 跟門票收到的錢 然後整個收支 算起來就是 感覺會虧個五十萬左右 然後感覺就要吃掉一些老本 但我們也有老本 因為我們辦好幾年 就是都存錢 定期訂了 每年都有存 所以 所以其實是有一些本可以花的 但是 就有點不想花到那麼多 然後結果到最後不知道為什麼 就 台灣可能台灣的狀況變OK 然後 贊助商也很支持 然後最後 結果發現今年那個 結尾算一算 欸 其實差不多打平欸 怎麼會這樣子 就覺得這件事已經還蠻開心的這樣 我們今年差不多是這樣 就是 燒香拜佛了好久 最後 居然原本也也 這虧五六十萬了 嚇都嚇死 那你們三位 有要分享什麼 今年的三位 跟上屆三位的感覺很不一樣 今年的三位感覺更 個人 然後更 人和 人的感覺 人的感覺又更強一點 例如磅鬥嗎 喔對 昨天晚上磅鬥 真的是非常令人難忘的一件事情 對 如果大家有去的話 就應該有提 希望大家有玩得開心 對啊 半年會 還有什麼難忘的事情 剩一分鐘 好 最後 再三篇我要講話 我覺得好像目前每件事情都還蠻印象深刻的 所以好像非常多 所以 如果 但我覺得今天最難忘的就是我們今天早上有那個嘛 就是那個 區域聯防的跟社群防禦這件事 然後早上就有鎮危來接受大家的炮火轟擊 然後我就是覺得大家在SIDLE上面非常兇 我覺得很佩服大家 然後馬上接了一場非常 也是很震撼 in a different way的香港的座談 所以今天早上 大家就轉換模式 就開始香港加油 就是變成那個 完全就是天啊 水能在周 不是 雙標 SIDLE很危險 聽我們要講嗎 不然我們要請議程組長上台囉 好像 確實就像BES講的 一路走來每件事情都很 印象深刻 一開始是怕沒有工人 沒有場地 再來是怕沒有人投稿 然後再來是怕沒有錢 然後再來是怕沒有人買票 對 所以覺得經過了驚濤派浪 到上個禮拜可能都還在擔心沒有人買票 一路害怕的半年多 對 大概 所以一直持續處在難忘的階段 沒錯 這件事情整體來說是很難忘的 好啦 那我們就要讓自己下台囉 好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劉髮 謝謝大家